好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四题 说一条大河水由A港流向B港 流速是4000米每小时 就是水的速度 甲义两船同时由A流向B 这不是说流向 就开往B 各自不停地在AB之间往返的航行 甲船在进水中的速度是28000米每小时 乙船在进水中的速度是20000米每小时 以至两船第二次迎面相遇 主要是说的是迎面相遇 迎面相遇的地点 与两船第五次迎面相遇的地点 是相距50千米的 就这两次相遇那个点 这两点之间的距离是50千米 那么问的是AB两港间相距多少千米 对吧 问的是AB两港之间 好了 那么同学们 那这道题 我们发现它是流水星船 流水星船它就有顺流和逆流 那么它既然是在两个港口之间往返 那是不是应该涉及到顺流和逆流 因此它们的速度比能求出来吗 of course是能求出来的 有了速度比 那时间比不就简单了吗 是不是反过来 是不是 好了 同学们这要听 你能自己去先尝试一下吗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它们的速度之比呢 我们叫包括甲顺的速度 是不是 甲顺的速度比上甲腻的速度 是吧 还有谁呢 那还有乙了 乙顺比上银腻 是不是这四个速度 那我们快速来看一下 是多少呢 就是进水速度是4 是吧 甲水流速度是4 甲的速度是28 因此顺的就32 是不是 顺就32 力呢 是多少 就是减 对不对 28 减4 24 而乙顺就20加4 24 力呢 就20减4 等于16 是这意思吧 这是它的速度比 速度比之大了 那么时间之比呢 是不是它倒数之比 时间比是不是倒数之比 比如我假设整个全墙是单位1 行不行 如果是单位1的话 那么假设的速度是32 那么它的那个 时间是不是1 32分之1 比上 是吧 这个是 24分之1 再比上 24分之1 比上 16分之1 那么这几个分数啊 连比化减都什么会比吗 会化减吗 哎 区分母吧 对吧 区分母就是乘以这几个分母的最少公倍数 那么32 24 和16最小公倍数是谁呢 但一向能看出来 这个比较简单 是吧 如果看不出来 那我就分两下 我就分两次 把它干掉 是多少 是96 因此每个都乘以96 那就变成谁了呢 哎 这个时间比是这个 就变谁了呢 就变3 比4 比4 比6 是不是时间比就是3比4比6 是吧 3 4 4 6 那么就简单了 我们就根据这个比来画我们的ST图 就时间图对吧 ST图就刘卡图 就是假顺需要3 顺的需要3个时间 回来逆了要4个时间 是吧 然后以顺的需要4个时间 回来逆了需要6个时间 不是很简单吗 在这里他们是怎么样呢 同时由A使相B 就从一个点出发 那么教育剩下就非常简单了 那么就老师给大家布置一个任务 你把视频暂停 自己根据这个条件来画图 把调题做出来 行不行 至少你应该把图画出来 OK 好了 给你时间暂停 好了 很不错啊 有相当多的同学 已经暂停视频来学习了 这样同学呢 是非常非常了得的 主动学习的能力 让人惊讶 让人佩服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一些过程 清空 来看一下 第一步准备工作 准备完毕 那就出来了 那么就达到3比4比4比6 根据它来画图 来 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图呢 就出来了 就这么简单 是吧 有同学说 老师我怎么知道 这个上面的数标到哪呢 没关系啊 3 4 4 6最小公备数 是不是等于24 因此 大家都要24的时候 是不是就可以了 因此你就画了24 那么怎么画呢 时间 如果实在不行 你一格格画 0 1 2 3 4 画画24 没有问题的 大家也要省了其中一些 没有关系 其中红线跟这个蓝线呢 分别是两个不同的人 说两个不同的人 我们看红线 红线从0到4 4到10 说明它是以 对不对 是以 你看 就是4 4到10是6 是不是 4 6 4 6这样来 因为它是以 红线代表以 你看 4 6 4 6 4 是不是这样来 好 而这个蓝线代表 代表甲 都是3 3 4 3 4 3 4 这样画 是吧 它题目说的是什么 要第二次跟第五次相遇 那因此呢 我要让它相遇五次 而且是面对面的相遇 因此相遇五次我就停了 不用再往下画 对不对 五次 有五次的吗 面对面相遇有五次的吗 有 你看 这是一次的吧 三一次 两次 面对面的 三次 四次 五次 是不是就五次 那它问的是第二次 就是这一次 跟这一次 是吧 它说这两次 怎么样 相距设 多少千米 是五十千米 题目说 相距五十千米 那么我们就来看 第二次相遇在哪呢 第五次相遇在哪呢 能求出来吗 大家仔细观察 这是A呀 这条线代表的是A 这条线代表的是B 那么第二次相遇在哪呢 离A有多远呢 我们是可以求出来的 离A的距离 不就上面这一段吗 垂直上来 对不对 离B的距离 不就垂直下来这段吗 是吧 我画的可能有点偏 大家理解一下 那么 怎么求这段 跟这段的比呢 对了 根据我们的沙漏 在这有没有沙漏 我说了几何当中的 沙漏模型 就相似模型当中的沙漏 有没有 有 是吧 有 你看 这个三角形 哪个呢 我们画下 就这个 三角形 跟下面这个三角形 是不是相似的 是不是 因为这两条线是平行的 那就得了 那么现在这个 跟这个比呢 其实是不是就这段 跟这段的比 那么这段是谁 7到10 是不是3 是3 然后这里呢 是4到10 是不是6 是不是3比6 3比6 不就1比2 是吧 就是1比2 是吧 1比2 因此 这一段 跟这段 是不是就1比2 明白什么意思吗 那同理 我就知道了 如果是1比2 的话说明 这一段 是不是占总共的三分之一 这一段 占总共的三分之一 是不是 也就是这一段 占总共的三分之一 那么这个图呢 有点小 我就不画斜线了 那么上面这个是1 下面是谁 17到24 是不是7 因此它是1份 它就是7份 说明它是不是占 整个的八分之一 上面这一段 占八分之一 是不是 就上面这一扭扭 是不是占八分之一 我讲清楚了吗 如果这里不好看 我看下面 看下面 好 下面这一段 是不是占总共的八分之七 你看 我这样垂直下来 这样下来 那么这一段 跟这段比 是不是7比1 那么它就占整个的八分之七 好 八分之七 那么下面 我应该看下面了吧 你看 你看下面 我看下面 因为知道 这条线跟这条线的长度 是不是相差五十千米 是不是五十 题目说 两点相距的是五十 是吧 那么这点 跟这点相距五十 那么这点到 B的 到乙的距离 是不是这么长 而这点到乙的距离 是B的距离 是不是这么长 两个一笔 是不是相差五十 而这个占整个的 三分之二吧 这个占整个的八分之七吧 因此八分之七 整三分之二 是不是对应的是五十千米 用五十除以它 不就可以了吗 不就求出 AB之间的距离了吗 明白吗 或者说我们用上面这段 也是可以的 用上面这段就是 用什么 用五十除以 这是三分之一 减去八分之一 是不是就可以了 同事们 你能听明白吗 那就可以了 OK 好了 就这么简单 那么下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过程 他用的是三分之七点八分之一 最后等于二百四十千米 太爽了 刘卡图 不但能知道相遇追击的情况 还能知道具体在哪相遇 在哪追击 就是通过我们的什么 杀漏模型来搞定的 好吧 好了 那这条题呢 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 那就是 三能 就是ST图 刚才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呢 说它能做到哪三种情况呢 就能干哪三件事情呢 第一 能区分相遇和追击 第二 能利用沙漏求路程 第三 可以求时间 通过路程求时间 或者通过时间求路程 对不对 刚才是不是求求路程 AB之间路程是二百四千米 是不是 能够利用路程求时间 或者用时间求路程 都是可以的 那这个机应该是机 对不对 追击 好吧 好像打台一样 追上机的 是不是 好 第四题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下面我们来趁热打铁 来看一下第五题 第五题呢 就简单咯 因为我们有很强大的基础 对不对 有很强大的基础 好了 第二个总结呢 在这还没有说 是流水行船 能用ST图 其实甭管是什么情况 只要是相遇追击的 多次相遇追击 更不用说了 对不对 都可以用我们的ST图 也就是刘卡图 好了 看一下第五题 说男女两名田径运动员 在长110米的斜坡上练习 他说坡顶为A 坡底为B 就A在上 B在下 两人同时从A出发 那画一个坡 这是A 是吧 这是B 好 同时从A出发 就不断的往返跑 如果男运动员上坡的速度是3 下坡速度是5 女呢 上的是2 下的是3 问的是第二次里面相遇的地点 离A点有多少千米 有多少米呢 这要题 都不用学生老师说了吧 太简单了是不是 已经非常容易可以把它拿下了 首先要求出的时候 我们来准备工作 求出什么 速度比 进而求出时间比 速度比吗 不就是分四种吧 男上坡 男下坡 女上坡 女下坡 是不是四种 是吧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得到咯 是不是这个样子 是吧 得到这个 没有问题吧 这是倒数 为什么倒数 因为下面这个 5 3 3 2是他们的速度比 那么倒数呢 是不是就时间比 同时乘以谁 乘以30 因为5 3 2的最好公分数是30 因此乘以30 它就变6 是吧 它就变10 它就变10 它就变15 是不是这样的 因此 我们就得到它比 是不是这个 根据这个比呢 我们就画图 不就相当简单了吗 而且只说相遇两次 我们只要画它两次相遇的那个图 是不是就可以了 第二步就开始画图了 我们来看一下 就这么简单 是不是 这图我就不再解释了 太简单了 那么第二次相遇 离A有多远呢 离A是不是这个距离 是不是 好 我把下面的距离也画出来 这16到25是不是9 这个距离是不是9 好 那么这个距离是多少呢 10到20 是不是10 是不是9比10 9比12是不是等于多少呢 3比4 相等于这个是不是占整体的多少 7分之3 是吧 占7分之3 再乘一旋 110米吧 是不是就可以了 是不是 是吧 整个是110米啊 因为你看A和B之间是110米啊 因此这段呢 是不是占整个的7分之3 因此一算是不是就OK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47有7分之1 教题用常规方法算也是比较麻烦的 但毕竟还可以算出来 因为它只相遇两次 教题要是说第十次相遇呢 是不是很恐怖了 是不是 好了 那么教题我们就讲到这里 那到此为止呢 我们的题目就讲完咯 大家是否感觉我们的ST图 它的威力无穷呢 那么这么难的形成问题 都可以被我们秒杀 而且这个方法相当之简单 是吧 好了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看一下我们的温故之心吧 不要走开哦 好 又到我们的温故之心了 对吧 来看一下我们这一掌 要我们特别爽的这一掌呢 到底呢 讲了什么知识 我们简单 用一两分钟来回顾一下 好不好 来 第一个呢 我们首先要明白 我们的ST图呢 做这种题目啊 用这个方法来做题呢 分两步走 第一步首先要做准备工作 那就求出什么的笔 时间的笔 这是时间的笔哦 时间笔 那么求出这个笔以后呢 根据这个时间 我们就可以画刘卡图 就画ST图 是吧 画两条相互平行的线 要标时间 然后呢一连线 叭达叭达一连线 从图中就能看出来 对吧 好 就是标上时间 开始画图了 好 这是第一个内容 第二个呢 就是ST图呢 它有三个重要的作用 第一 它能区分相遇和追击 是吧 相遇和追击 这个又变基了 对吧 应该是追击 相遇追击 从图中能看出来 同一个方向 交叉了 就是追上 然后反方向 交叉了 就是相遇 很容易看出来 第二个就是ST图呢 它能利用我们的沙漏 来求路程 是不是 来求路程的距离的比 就相似模型 对吧 第三 当然就是这个ST图 能够利用我们的路程 求时间 或者用时间 求路程 是吧 可以反反复的倒过来 第三个就是 我们这个 有三种情况下 用ST图呢 是非常有效果的 我们把它叫有奇效 特别奇迹的效果 那么是哪三个呢 当然有个前提 那就是 我们ST图主要研究 是相遇追击 对不对 甚至是那种 多次相遇追击的时候 它更有效 是吧 那比如说像我们的 相遇和追击 不区分的情况下 面对面 叫相遇 从后面追上 也叫相遇 那么好 刘卡图 搞定 第二个就是流水行传 第三个就是 上坡下坡 这种情况 对吧 其实不光是这三种 只要是 多次相遇追击的 我们都可以用刘卡图 来考虑 明白吗 而相遇追击 是我们行程当中 非常重要的内容 因此 这个方法 可不就在行程当中 非常的吃香吗 是吧 好了 那今天我们这讲呢 就总结到这里了 同事们 那么 课后呢 去把我们的那些 课后作业 就受识老师 额外提供的 拿出来练一下 好不好 千万不要 听完觉得会了 就不练了 这是不对的 没准你一听就懂 一做就懵了呢 因为这缺少练习 好吧 好了 我们这讲 就到这里了 拜拜